請問各位你們在網路上打資料 假如說不一定是我們的資料 也許你可能是作業的 其他也是作業的 你是不是都直接扣了就用 拿來就用 這樣可以嗎? 你會 這位學生的時候也許還好啦 但是如果你真正拿來商業用途 或者是以後你要當做你自己的論文 還是說這個發表都要公開的文章 那可能就會有所謂的智慧財產權的問題 布蘭西圖片也好像是那個 那所以在這邊有一個交付有一個計畫 叫做創業信息 事實上這個並不是交付本身的 而是全世界的 也就是說因為我們現在會遇到很多問題 你有沒有注意到最近蘋果跟哪一家公司都有專利權在打架 對啊 對啊 你是要入什麼嗎? 蛤? 是不是還有啊? 旁邊弄完啊? 其實不只是他 你們知道你們的滑鼠 你們的滑鼠 請問這個滑鼠 我們是要用的是三個案件的 叫做滾輪的 你有沒有發現蘋果的沒有? 蘋果的它沒有滾輪嗎? 好像新的有一種 是只有 就是只有一個好像我們那個 筆記型電腦好像觸控面板的有沒有? 沒有 那個其實三個案件的滑鼠 是被委員註冊的 所以別人不能用三個案件了 所以蘋果它只有兩個 另外你們有沒有發現什麼? 我們這個東西 我們做一器材叫做什麼? 是不是叫Windows 我跟你講 Windows 有像S的這個 是微軟的注射商家 所以別人不能用 沒關係 所以別人要用的時候它只能叫Windows Windows就沒關係 因為Windows是我們一單的窗戶 對不對? 你了解嗎? 其實有很多東西你們都沒有注意到 像為什麼他們會有那些專利權 你看 你們有些同學不是叫做滋味營手機的嗎? 請問你要解鎖的話 一拿出來要解鎖你是怎麼用? 按著往下 對不對? 那個也是專利 他們的消息是有些那個東西 這個都是專利 所以你會發現奇怪什麼 當初都是被人家申請專利權 你只要被申請專利權 你只要被申請專利權 那你讀文就不能用 它要保護50年的樣子 50年 這50年都不能用 你要用可以授權 授權 所以這個就會遇到很多問題 那你同學比較接觸到的就是 你可能網路上的文章也好 網路上的圖片、照片 那些資訊 你在用的時候 大家如果避免說 我要用你的 那我就要趕快再寫個mail 還是打個電話 你可能會授權我 但是很麻煩 因為你是作者 要明你是很有名的 那你去不玩了 所以說 這個穿穿細細的目的 就在於 它給你一個圖示 你看了之後 怎麼樣 我就知道說 這個我可不可以用 當然 你為了要更表演 你還是可以寫進去 可是至少你看了圖就知道 所以你看 在這邊 我們可以過去看一下 我建議說 你可以看看 因為這個 你看這個穿細細 就是你的創意 上座有沒有 跟如何去使用 如何去使用 因為 需要太多我當民所謂的智慧開展園的問題 你不小心就看到地雷 所以你如果有拍戲 就會比較安全一點點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了解這個創意細 好 你會看到這些圖 有沒有 它是圖示的方式 你看這個 這個素材也好 這篇文章也好 我可不可以拿來用 可不可以拿來用 首先 它有四個 你看它有四種圖 有沒有 四種圖 第一個叫姓名標示 上面就是姓名標示 就是說 如果你要引用這篇文章 這張圖片 那 請你標示它的什麼 按照 社群人指定的 你要到這種 比如說我的出處是來自哪裡 你看我每張的書 後面不會寫的 哪一個 站在去參考誰的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 非商業性標示 非商業性標示 那代表說 而你 如果使用在學術上的 使用在教育的 用在這個 公益性的 那這個 你可以直接拿去用 因為你看 沒有達德賽 對不對 再來 等於 這個禁止修改 你就是 你要引用可以 但是 不能改 你不能說裡面 你太多改一句 那這樣變成你自己的東西 這樣不行 那再來就是 以相同的方式分享 那 所以如果說 你有共同的 那 假如你今天是來自就是說 他是那個什麼 他本來就是 屬於共享的 那 你也 你如果 引用了他的資料之後 你有你的新的 看法 那你也必須要跟他用相同的方式去分享 所以 以後呢 你會 在網路上 你可能慢慢會發現 會看到這樣的不是 有沒有 這種不是 你看呢 如果他 只有一個的 那就代表說 哦 你可以 怎麼樣 你可以拿去 你看呢 等授權條款 雲局 重置 算佈 甚至修改 有沒有 而且我三日性使用也可以 你只要把 標示出來 你這個是從哪裡來的 而當初是參考誰的 你把標示出來之後 算這個只有哪用 所以我最喜歡這一種 那再來就是 你看 有沒有 信明標示 這個一樣的 可是這裡 但是你不能使用在商業上 有沒有 一樣你可以重置 算佈 甚至修改 但是就不能做商業使用 另外下面這個一樣 甚至他 我們剛剛看到有沒有 有禁止修改的 在這裡 所以你看到這樣的之後 當然以後 你如果 你有特殊的意見 或者是那個 拍的影片 照片 你也想要分享 也可以用這種方式去分享出來 其實YouTube現在也有 你們才沒有特別注意過而已 YouTube現在讓你網站也有 所以你看看 我們剛剛找的這個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這個東西 有沒有看到 所以有些網站 這個信明標示沒有 他還告訴你 不能用在商業性使用 有沒有 所以這一張 你就不能用在商業用途上 但是你可以擺 比如說我就哪個地方不滿意 這個他 這邊我不喜歡 我就只加這邊 這樣可以 或是哪個顏色上的修正 都沒有關係 那 這個呢 是要給大家清楚了解一下 因為像現在YouTube上面 也會有這樣的標示 你看你在點去哪一個 好 這也是AI的 好 有沒有發現這個標示不一樣 這個可以三月性使用 對吧 他沒有那個 大家都在那個符號 禁止的 那你如果去YouTube 這個可能沒有 這個我不確定 看看他有沒有 有些現在都會標示 好 這個還沒有 像我之前在上傳影片的時候 現在就有標示 就是說你的影片是屬於哪一種的 尤其是你自己創作的 好 因為你現在自己創作的呢 它可以跟你觀想 所謂的廣告收益 也就是說你有好的節目 有沒有 好的節目呢 放到YouTube上 一樣可以 那 這個廣告CC裡面呢 各位你可以先看一下 CC素材的收益 有沒有 它有發現你一些 有這些網站 它不代表說這些網站都可以免費使用 但是 上點是這些網站都有採用的 我們剛剛所講的 廣告CC 廣告CC 所以你可以找 你看圖像類的 影像類的 聲音類的 比如說觀光電視的 觀光電視也有 那你可以找到這些 那教育課程類的 好 這些都有 所以你就可以參考看看 那另外像這個國家數位檢查計畫 這個 其實有興趣各位可以去看一看 裡面資料蠻多的 因為這是台灣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那種 所有的 怎麼講 數位學習也好 或者是有一些資料 比較特殊 像這些東西有沒有 你就不用去顧工 還是打些 那你就可以直接從上面看 那他們做的都是很 就是蠻不錯的 這個是國家數位點長計畫裡面的 它上面的計畫內容很多 但是你可以 從這邊就可以找到好多好多 好 那這個是跟大家補充一下 所以請你 如果說萬一你要找素材 版或你要作業寫文章的時候 特別留意一下 你有可能會看到我們剛剛提到那個 礦用機器的服務器 那你就可以比較清楚說那一篇文章也好 照片也好 它所代表的是你要怎麼去使用它 然後 谢谢观看